这千奇百怪形状的油烟机 看着好看 但是清洗的时候是真费人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蕊 今天就教会你们拆卸7次型油烟机 师傅您来看 拆卸这款油烟机 首先把这块玻璃给它掀起来 然后把固定螺丝拧下来 之后呢 是下面这一小块玻璃 咱们也要把它卸下来 它的固定螺丝在这底下 你以为拆卸掉下面这一圈螺丝就没事了吗 不是的 咱们需要把这一小块玻璃呢 给它翘起来 这里面也会有螺丝的 之后这小块玻璃就可以拿走了 看看里面这些油 然后继续拆卸烟机的指挥棒 继续把电源盒子上盖打开 再把内部的主板卸下来 把这上面的插件呢分别拔下来 上面这些拆卸完了以后呢 咱们把烟机扣过来 把这一圈的螺丝都拧下来 现在这个板咱们可以把它掀起来了 看这样内部的风额电机就露出来了 之后咱们把灯给它变下来 把插件拔下来 咱们继续要把这一圈螺丝拆卸下来 现在内部的风额啊窝壳 咱们直接可以把它撑出来了 把导油槽卸下来 拧下风额的固定磨抹 然后加住中轴 把风额取出来 之后就可以拆卸内部的电机了 再把电机取出来 现在这台烟机呢整个箱体 电机啊我们都已经拆解开了 就差开关了 这一块是玻璃的 咱们先要把这个玻璃取下来 先把这一圈的油给它刮一下 之后往我怀里使劲地露它 这个面板就下来了 把这些插件给它拔了 再把这个开关给它卸下来 对于这个烟机太大了 我的炮箱太小了 我还是需要把这个烟机给它解体 把上半部分给它拆卸下来 这里呢会有两颗固定螺丝 然后咱们需要把烟机扣过来 看里面这些全部都是固定 上面这里的螺丝 现在就可以把这些零部件呢 放入炮池清洗了 清洗完后一定要后拆的先装 记清楚这个顺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加点清洗的 可以随时私信我 关注我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加点清洗 感谢观看